而在春节期间台九县的车流量也暴增 行车更要格外小心了 80多岁的何姓男子 26号骑乘普通重型机车 沿着台九县慢车道南下行驶道 293.3公里处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与同项的零性货车驾驶发生擦撞 倒地重伤 经销人员火速救援 送银后仍宣告强者不治 货报后赶底出货事故现场的经销人员 将受重伤的老骑士减伤处之后 火速送往御礼慈激医院救治 经医护人员抢救后 老骑士仍因伤众宣告不治 患者无生命正向 妇女及东陵救援人员到达事故现场 时已有民众执行CPR急救措施 救护人员立即接手 并给予插管给药等处置 持续急救后送医院 这起车祸事故事发生在26号 地点是在复理乡台九县293公里路段 83岁的核性机车骑士沿着台九县 慢车道往南行驶 行经该路段不知何故与同向行驶 51岁的零性货车驾驶发生差状 造成核性老骑士倒敌不起 经送医抢救 但因伤众仍回天乏术 而至于事故 照着原因仍带警方进一步调查 预理分局也呼吁民众 廉价期间车流量较多 行车应该减速慢行 应遵循车道行驶 另外若长者外出可多利用大众运输 或请亲友接送 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记者是玉兰复理采访报道